朱振卿委員要不要選 他是一個非常獨立 也是一個大人 他應該能夠自己判斷 那麼陪他登記 我也是經過一番內心的掙扎 三位都非常的優秀 他的政見跟我的非常契合 所以我在經過考慮之後 我選擇莊瑞雄來支持他 還有我們立法院這麼多的好夥伴 陪同我一起來來登記參選 更感謝我們蘇嘉全院長陪同我登記 來力挺我參選屏東縣長 我相信外界可能會覺得說很震撼 但是屏東人一定會覺得更振奮 從過去的屏東其實非常艱困 過去的政策是送給青藍 那每一位縣長 歷任的縣長不斷的去打拚 我相信屏東一步一步的走過來 跟過去真的是不一樣 那現在我們蔡英文蔡總統 跟蘇貞昌院長 對我們屏東大力的一個支持 高鐵也到屏東 捷運也要到屏東 我們科技園區 也就是說重大建設其實在屏東 已經慢慢的要來展開 我相信這個就是我們屏東 未來脫胎換骨發展的一個契機 高興有這個機會 陪最優秀的莊瑞雄委員 來登記黨內的初選 那麼陪他登記 也是經過一番內心的掙扎 三位都非常的優秀 我看了三位的政見之後 我覺得莊瑞雄的政見非常符合 當初我在屏東縣要推動 屏東縣要跟各縣市競爭 也要超越高雄 他的政見跟我的非常契合 所以我在經過考慮之後 我選擇莊瑞雄來支持他 蘇貞昌委員要不要選 他是一個非常獨立 而是一個大人 他應該能夠自己判斷 所以就請各位 直接問蘇貞昌委員 謝謝 其實也不是較勁 蘇貞昌院長本來就一路 對我非常的一個支持跟照顧 那我剛好這次提出的一個願景 也很符合他過去 當屏東縣長的時候 一點一滴 不管是屏北 屏東是屏南 我相信過去蘇貞昌院長 在當屏東縣長的時候 那個政績其實大家是看得見 屏東縣民也是非常的一個懷念 每一棒的縣長其實都很認真 那我們是看到了 我們民進黨的執政以後 蔡總統跟蘇貞昌院長對屏東 這樣的一個大力的支持 我們屏東本來就應該沒有理由 像過去蘇貞昌院長所講的 我們要來扭轉 這個是一個屏東前所未有的機會 倒沒有較勁的問題 三位候選人都有自己個別的人脈 跟好朋友 大家一起來公平的競爭 大家一起來打拚 其實都是為了屏東好了 大家看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